Vivian 徐若萱日前卷入王力宏和李金雷的离婚风暴 李金雷一篇毁灭是常文 掀开王力宏的渣男正面目 让他情歌王子形象一戏全会 徐若萱更被网友暗指为小三之一 让他形象重创 连发三篇声明 强调自己没有介入雷宏婚姻 时隔将近两周 今天他再度发文 只是这回他不谈任何有关雷宏之斗的内容 而是晒出宝贝儿子 一天上学的心情 要做个不白的 解的词 解写的是人生啊 解写的是错坏 要做个不白的 就算离别的那一天 不用害怕说再见 I don't care Vivian表示为了陪儿子 适应小学作息 连续三天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 一大早六点就起床 他还分享儿子穿着小学制服与他手牵手的照片 儿子也开始学会自己扣扣子 把衬衫塞进裤子 检查书包 背下父母电话号码等细节小事 感动儿子真的长大了 而Vivian也鼓励儿子 勇敢的孩子 妈咪知道你准备好了 祝你在小学学习快乐平平安安 你人生的重要时刻我都会在 我会缺席 这次继续都是妈妈的感慨 我走过的岔路 希望你不要再重复了 雷神李靖蕾和王力宏离婚后 一篇毁灭世长文让王力宏情歌王子形象全会 不但出面道歉还暂时推出演艺圈 只是这场雷宏之斗也牵连不少圈内艺人 Vivian徐若萱因此被网友暗指为小三 不但连发三篇文章强调清白 老公李云峰更发出声明力挺 昨晚平安夜Vivian再度发声 除了祝粉丝们圣诞快乐之外 还特别标注保持善良解忆 虽然Vivian并没有加以解释 但应该就是对卷入小三风波的无奈行神 此外有PTT小明发现大陆网友 最近风向转变改挺王力宏 就此李靖蕾宣布休战后 抖音微博力挺王力宏的发言迅速激增 就连他的歌也连续好几天攻占抖音热门 小明分析应该是这群年轻的吃瓜群众 听了王力宏歌看了他的人之后 说歌好听人长得又帅气 实在讨厌不起来 在连红制度中落败的红红粉开始涨粉 但不知道我用三眼之后 这这这这什么神级反转吗